我們昨晚確診了25宗個案 個案編號是9051至9075 這25宗個案是17男白女 年齡是27歲至96歲 有8宗是在臨時檢測中心找到的個案 那25宗個案有3宗是輸入性個案 輸入性個案是9072由印度抵港第12日的樣本 它是在12月24日回答QR818到港 然後9074是在埃塞外比亞到港人士 1月3日坐ET3614 是空中工作人員 9075就是 在俄羅斯州到港 是坐EK3841月4日到港 是海源 另外那22宗本地個案 有7宗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另外15宗是跟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其中一宗是 將軍澳南田隧道工作人員 他在檢疫中心確診 另外兩位是 將軍澳南田工作人員的接觸者 還有12宗是跟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另外昨天佛教醫院在同病房的初步有性個案 確診了的編號是9052 另外在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之中 其中也有一位個案是9059 就是 他是在九龍王大先香港心理衛生會的艾寧樓的住客 他在那裏居住也有37名跟他一起居住的人士 因為他們大家都除了在房間居住 也有在廳那裏一起吃飯 所以有37人跟住的人士都送去檢疫中心 另外他們送去薄芙林 另外在大廈來說 我們今天多了一個大廈是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 就是馬鞍山縱安村的縱志樓 這裡有兩個單位 有兩位人士 不同層數不同方向 我今天的報告是這麼多 請余醫生 大家好 直至上午9點在過去24小時 醫管局系統錄得情報個案39宗 直至上午9點在過去24小時 再有多一名的公立醫院病人 廣山醫院繼續治療 而病人本身是有長期病患 近日情況轉差 在昨天下午1點鐘離世 連這個個案 至今一共有150名的公立醫院病人 在過去24小時再有多74名的確診病人 康復出院 至今一共有8200名的確診 和一名疑似病人康復出院 現時有665名的確診病人 在22間醫院和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施留意 其中43人情況危殆 44人情況嚴重 578人情況穩定 現時負壓病房病床的數目是1261張 使用量是60.8% 另外報告在屯門醫院有一位核子醫學部工作的放射師初步確診 他早前不舒服 在1月4日去私階診所求診 做了胸後退役的測試 昨晚出了結果初步陽性 這位放射師最後一天上班是12月31日 他的職務主要是在核子醫學部進行一些放射診斷的工作 就不需要入一些高風險區 工作時候也有一些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 屯門醫院就做了接觸追蹤 這位員工曾經和另外一位同事都有吃過飯 會被列為緊的接觸者 是需要安排檢疫的 屯門醫院已經安排了相關的地方進行徹底的清潔 現在是提問時間 麻煩大家在發問前先介紹你代表的機構 前面這位女士 兩位你好,有線電視 首先想問今天確診的數字 就是去到25宗 其實是否都可以理解 疫情已經開始緩和了 已經開始受到控制 還有就是想問那三宗輸入個案裏面 有沒有涉及一些 英國的變種病毒 還有今天的最終數字是多少 還有第二樣就是想問黃大仙的心理衛生會 那位住行 其實他本身是能否找到源頭呢? 就是他有沒有說離開那個院舍 他是在哪裡遇到那個病呢? 第三就是想問那個馬鞍山 需要強制檢測那幢樓 那兩戶人 他本身是認不認識的? 或者他們是有沒有感染的源頭 找不到呢? 謝謝 今天有初步確診 暫時有20多宗 數字來說就是有緩和的跡象 雖然我們那個 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還有7宗 還有我們都不肯定 究竟是否所有社區的個案 都在我們掌握之中 因為有些個案還是 可能白病沒有去看醫生 或者他沒有病徵 就沒有去看醫生 這可能不是只有20多宗個案在社區 所以我們都要謹慎 因為有個別的個案 如果是一些特別的場所 有機會寸播比較多人 那位在艾寧樓的住客 他自己有工作 他最近在西貢親戚家裡有做一些裝修 暫時都找不到一個源頭 他又沒有去一些特別的地方 當然他有在艾寧樓居住 所以我們都擔心那裡會不會有一個隱性的傳播 就送了一些其他的居住人士去檢查中心 都要等了測試才知道實際的情況 馬安山重安村重治樓 那兩位人士就不認識 其中一位就好像在工作的地點 可能有別的個案 但另一個就是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下一條 後面那位 兩位醫生你好,評價部的 請問一下艾寧樓的案件 想問一下那裡的宿舍有沒有一些職員在這裡 他們是否需要做檢疫或檢測 另外也想問一下 因為有消息說 其實在區內也有其他縣射都有類似的感染情況 所以艾寧樓才需要昨晚緊急去撤離 想問一下有沒有這樣的事 區內的其他縣射有沒有相關的感染情況 另外也想問一下屯門醫院的那位放射師 其實他有沒有一些的感染源頭找得到 會不會是家裡感染 還是縣內感染的可能性 麻煩你 艾寧樓大概有十位員工 他們因為全世界都戴口罩 不是全部都是這樣的接觸者 至於個別有沒有這樣的接觸者 我們還在了解 可能有機會是有些個別的 有接觸的人士 有需要定位的接觸者 送到檢疫中心 因為我們昨天初步確診的個案 到了晚上也有確診 所以昨天就已經安排了 有些人士就送到檢疫中心 暫時就沒有找到其他相關的在那裡的個案 至於屯門醫院那位放射師 主要工作都是做診斷工作 就不需要進入一些高風險的區域 工作室也有配戴一些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 我們知道他也有家人是初步確診 我們也會看看情況 看看他的源頭會在哪裏 下一條 這位女士 見到也有些輸入過浪 請問你哪個機構 LTV 見到有輸入過浪的 今天也繼續有 想知道基因排序會不會加快 因為其實現在可能也要隔了大半個月 才有一些可以識別到他們的病毒來源 另外昨天其實就有一個 救世軍長康公社區展能宿舍一個訓練員確診 兩個院又需要隔離 想知道這間宿舍他們的 有沒有一些新增的初步確診 另外昨天有三棟大廈需要做強制檢測 會不會都有找到一些新的個案 謝謝 根據我和我們法院所了解 專家了解 他們應該都會加快了去檢測一些 特別是輸入性個案的基因排序 因為他們有些可能比較快速的篩查 可以早點知道究竟是不是一些變種的病毒 如果有的話他們就會告訴我 但我沒有真的問得很清楚究竟做得很快 應該是會快很多的 昨天那三個大廈都有 也有多一個單位 就是 昨天那三個大廈 比如說 宅峰花園的集民樓 有多兩位人士 因為他是接觸者和有病徵 已經送入醫院 其後確診 這兩位人士都是其中一個單位的緊密接觸者 另外 就是 寶石大廈那裡 有多一位是檢疫中心送院的人士 都是已經知道的單位 那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 都是 另外一個都是 當時 就是 就是 4號 就是 已經去了 附近的 檢測中心 去 去 去 測試 都是一個確診個案 那 現在就是 那個寶石器院大廈 就有 兩個單位 都是兩個單位 不過各自就多了一位人士確診 那 其中有一個是檢疫中心的 那 那 在寶稀院 的 榮稀角 就是多了一位 一個單位 那 我昨天說錯了 其實他們之前那兩個單位 都是同層的 那就是 不是 接 就是不是貼賣 那 那現在都是多了一位 都是同層的 那 那 我們 了解究竟他認不認 因為他在隔壁 那 那 那這位人士就是因為他發燒 所以他去了急診室 這樣 好 下一條 那邊 後面白色衣服 那位女士 你好 港台 想問回 今天的英國那個輸入 那個輸入個案 會不會都是變種病毒 就是想看今天有沒有一些新增的 變種病毒的個案 那 就想看看其實這個是不是 就是 反映了一個現象 或者是一個警號來的呢 那 那另外 剛剛也有行家都問到 說 加快基因排序這個問題 那 那 預期會不會接下來 有越來越多 就是變種病毒的個案 因為 就是現在其實可能 就是排序那個工作都 就是可能滯後了 那 還有會不會就是為其他 就是全球各地的輸入個案 都做回那個基因排序呢 那另外呢 就想問 HA那邊 想問回那個日間服務 72小時 檢測那個措施 就是將會是 什麼時候開始去實施 還有 想問一下 今天有沒有一些 瑪嘉烈醫院那個 病毒群組的 就是新增個案 那 第三條就想問回 就是 張醫生想問一下 就是從一個公共衛生的角度去看 就是 接下來很快都會有年宵 那會不會都建議取消這個年宵呢 麻煩 我知道我們公共發言所 他應該是 就是 做一些比較快速的 可以知道 哪些是一些變種個案的一些測試 那變了呢 他就可能 除了一些輸入性個案 一些本地個案 他們都會做 那會快很多 那 不是說做了整個基因排序 而是針對性 就看看究竟那個 是否一個 就是 像是英國的變種 還是像是其他變種的 那些測試 那 今天的三宗個案 就是 一宗是印度回來的 第十二個個案 另外 那兩宗 一個是 埃塞俄比亞 一個是 Russia 回來的 那就沒有英國回來的個案 暫時都沒有收到消息說有新的 和英國相關的變種 或者是和南非相關的變種 關於接受日間服務的病人 在首次認診的時候 要準備 72小時內 2019冠狀病毒病陰性的報告那裡 我們現在都是和聯網溝通了 他們都會陸續和病人溝通 只要實質那個執行時間 都要看回他們的運作細節的安排 但是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都會和相關的同事 和病人去溝通 怎樣去做那個安排 下一條 英文問題 後邊 各位 Question from RPHK As today the unknown cases 都會跌倒到 single digit do you think that the virus is rather contained do you see the trend of dropping in the future and second question is that for the Wang Cai Xin the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hostel is it a common practice for them to eat together at a big dining room do you think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guidelines and restrictions for them not to eat together in similar hostels thank you the total number of cases indeed drop down to twenty something but this is a one or two days figure we may foresee some fluctuation during the week but the overall trend has been decreasing so this is a good signal but still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unlinked local cases in the community so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we have picked up all the cases in the community it is possible there are still some symptomatic cases not being picked up because they did not seek medical advice or get tested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also there may be other asymptomatic infection in the community so hopefully the trend will continue then we can see a direct trend and the one that i seen the hostel because similar hostels usually they you can treat them as a big family because it's very difficult for all people i mean people staying at home because this is their home to wear masks for 24 hours they're bound to be some period that they did not wear a mask so during this setting in the past it's very common for infection to spread that's why we will take precaution and put all of them under quarantine and another question to dr chong what the sar chan and morning post can dr chan confirm whether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trace the close contacts of other close contacts of the covert patients and if so if will there when will such plan begin in total how many disciplinary forces members will be involved and how will the chp divide the contact tracing work with the disciplinary forces and another question to dr chan would you agree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regulate family gatherings by laws to curb the virus spread and my last question is to dr yu will the hospital authority confirm what exactly is the testing arrangement for day ward patients and when it will begin there's also reports saying that the hospital authority will provide faster tests to some day ward patients can you clarify who those patients will be and who will be given the quicker tests thank you we are still discussing with the disciplinary force to see how the division of labour and how many workers they can borrow to us as for the tracing of close contacts of close contacts we consider that the household contacts of close contacts may be at higher risk so if anyone who has a family member who are being put under quarantine camp then this close contact may be at higher risk because they live together in case the close contact become a case so the close contact will the close contact of close contact will become a close contact so it is advisable for them to get tested even now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the day patients we strongly recommend the day patients to have a negative result for COVID-19 test within 72 hours prior to the first scheduled appointment the hospital will contact the patients to arrange either they are to collect the sample collection bottle to save the diphtral saliva or they can go to the government recognized laboratory to receive the test and the hospital will arrange the logistic of this arrangement and will contact the patient accordingly regarding the shorter turnaround test we are evaluating some antigen test and to see whether it can help to perform on patients who require urgent treatment in the day service center but they didn't have adequate time to perform the COVID test before well before the scheduled appointment 下一條 這邊這位 黑色山這位 你好 東發部 首先想問回剛剛那個72小時日間服務 要做篩查那件事 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已經跟不同的聯網談了 會不會有一個已經確實可以落實的日期 還是是不同的聯網都會視乎不同的情況去做呢 另外也想問一些case 就是 剛才提到這個艾寧樓 那個確診的男院友 其實最近有去西貢工作 想問一下那些跟他一起工作的人 有沒有說多少人其實現在都要送去檢疫或者做一些檢測呢 另外其實那個中途宿舍其實是在龍吉樓的地下 雖然說入口是分開 但是如果未來龍吉樓都出現一些個案的時候 會不會都已經需要可能進行強制檢測呢 另外想問一下今天補希院裡面有三個確診個案是同層 會不會都拿回一些環境樣本 看看其實是不是在這個環境裡面受感染呢 最後想問一下就是 昨天就說到42個強制檢測的大廈裡面 其實只有85%的人是做了檢測 就是想問一下張醫生其實怎麼看這個數字 是不是還有15%的人是未做這個檢測呢 是不是那個法例不夠阻嚇性呢 而民政總署其實有說他們會嚴肅跟進 但是我們想問就是當局會怎樣去嚴肅跟進 怎樣跟他們到底有沒有做這個檢測呢 麻煩你 關於接受日間服務的病人需要安排一個病毒的測試篩查那方面呢 其實就不同的聯網都已經收到通知了 那有些聯網其實他們都可能之前有些安排都已經開始了 那有些聯網他們都要有些調動啊 或者通知病人等等 他們其實如果這些是準備好呢 其實都可以立即去開展 所以就沒有一個劃一的開展時間 都會有不同醫院聯網的 看他們的情況安排 因為那個艾玲樓都是在龍吉樓的地下和二樓 那如果龍吉樓有第二個單位是有個案的話 我想都是符合一個強制檢測的定義 所以我都會建議安排一個強制檢測的通告 至於在強制檢測的執法方面 我就沒有詳細資料 下一條 那邊又邊組來第二位 兩位醫生你好,明報 想問艾玲樓的男院友 除了她去親戚的家裡裝修之外 有沒有去過其他地方做裝修呢? 如果有的是什麼地方呢? 還有這一類中途宿舍和之前 我們理解的安老院 這些院友可能會經常去外出工作 或經常去逗留 中心有沒有建議這一類的中途宿舍會不會是要頂期幫院友安排做檢測呢? 第二條問題呢,想問清楚 剛才提到追蹤密切接觸者的密切接觸者的問題 其實是否將來都會要求密切接觸者的同住 密切接觸者都一定要檢測 還是單純一個建議呢? 第三條問題呢,想問今天都有一些聯合不明個案 可以多說一些其他個案 就是他們的職業 或者是有什麼特別高額的因素嗎? 因為其實這個艾寧樓的中途宿舍 那些人士雖然有些需要住那裏 但他們都可以自由出入 除了他們有上班 也有跟一些同住人士有出國去逛街買東西 或者一起吃東西 就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也是跟其他那些院寫差不多 如果是寫處的話可以安排他們定期做檢測的 我們暫時就未去到很詳細 究竟那個緊密接觸者、緊密接觸者的追蹤方式 不過一般來說暫時就建議 如果你有家人是需要接受檢疫的話 即同住的家人 我見其實很多其他現在的家人 都會自己主動去做自己檢測 我們當然都會建議 這也是一個保護自己或其他家人的安排 暫時這也是一個建議 今天的其他沒有源頭的個案 有些是巴士司機 有家庭主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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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 Dennis 有家庭主婦 有一家是 都是 亞庭主婦 有一家是 有傳染期和有外融 大致這麼多 我沒有問是哪間巴士司機 不過它是駕駛不同巴士線的 有時是駕駛36M 黎木樹去葵方地鐵 有時是駕駛34A 是荃灣西去浪翠原 或是32H 是荔枝角去蔣山泉 下一條 各位女士 醫生你好 經濟一部 首先想問艾玲樓的院友 她是12月29日發病 她是何時去她的親戚家做裝修 有沒有怎樣找到她的確診 還有去西貢有沒有說過地址在哪裏 還有宿舍的環境是怎樣 裡面是否有一個工場 如果是說工場是生產什麼的 有沒有說過確診者有沒有生產過什麼 另外想問一下 HA也是關於日間服務 病人說定期的病人要每星期進行一次測試 都是由遠方安排 有沒有說費用是怎樣收 還有首次認診 是否都是自費準備72小時內病毒檢測陰性報告 還有想問PMH有沒有什麼新案件 還有環境樣本的結果是怎樣 謝謝 艾玲樓的人士去西貢的親戚家 因為私人地方我都不記得很清楚 不是一個公眾的地盤 那 關於日間服務那邊的病人安排 無論是首次或者是定期要回來接受那個測試 他們都可以選擇在醫院幫他安排 又或者他可以選擇去私家或者政府一些認可的費用所去做測試 如果在醫院幫我們做 我們醫院自己幫我們做就不需要收費 另外關於馬加列那裡 我們暫時沒有收到再有確診的報告 至於在環境樣本方面 醫院在相關的日間病房和一些相關的區域 採集了幾十個環境樣本做了分析 其中有六個是檢驗到有2019年觀眾病毒的 而這六個的環境樣本都是在一些員工的區域找到 有關的地方都已經做了徹底的清潔和消毒了 最後兩條 後面那位男士 然後前面那位女士 AM73 想問一下 今天的數字 其實不是反映了隨直群組聚集的情況 還是上個月中開始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即到今天的數字才能反映到 有沒有一些隨直群組是這樣的情況可以說一下呢 還有就是就住都有消息說 政府想進一步就考慮限制家庭聚會 其實在防疫的同時 有沒有可能在防疫和跨家庭私人聚會之間 就拿到平衡呢 還有會不會擔心有些市民就因為 節日期間無法聚會 或者抗疫太久呢 而成功抗疫 但是就會引致到其他情緒方面的疾病呢 謝謝 謝謝 今天的個案數字就不是說太多了 所以就看不到說有多少是認真是組群 當然就是個別吃飯的一定有 新年或者是隨直的時候 因為不是大大的大家庭聚集 都有一些個別的吃飯都有一些個案是相關的 當然現在的數字都應該是反映著 我們加強了這個社交距離的措施 各樣各個市民都提高了警覺 這個數字是有回落的跡象 這個不是我的尊嚴 我答不到你 最後這位 香港01的 第一,也想追問剛才所說的巴士司機 想問他最後的上班一期是哪一天 也想問屯門醫院昨天也有兩個外判員工 一個外判員工是確診的 今天多了一個像防射師一樣 他也有跟同事一起吃飯 想問一個一起吃飯的同事是在哪一個位置 還有會不會有機會整間醫院 就是會有什麼措施以防 就是醫院爆發 第三,也想問一下 今天來世的那位7053 其實好像是昨天下午1點鐘過生 為什麼今天才公佈 昨天沒有公佈到 麻煩 謝謝 巴士司機1月3日開始不舒服 1月3日駕駛32H在黎智角上山村 1月2日沒有上班 1月1日駛234A在荃灣西浪翠原 最後一天上班就是1月3日 關於屯門醫院那位放射師 本身他就是跟同一個部門的同事吃飯 我們本身都有系列的防止感染措施 我們都會有些治癒人和有些適合的保護裝備 我們都會提醒同事 在時刻留意這些措施 至於關於剛才提到那個黎智的病人 因為其實本身都解除了檢疫令 所以那裡就有少許滯後了通報的時間 今天的記者會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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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